那比较极端的,比如说我有选一年固定的,我就亏了,我就这一年亏,一年以后我等着去选更好的固定或者浮动,我就亏了一年了,我就死亏了一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等于一个投资阶段,石套房这个阶段基本上完成了,在加息过程中又有些市场的变化,我学到一些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正好高利率市场又调整这种情况,第一就是说从我自己改进的角度来讲的,首先就是说我买公寓, 没有错,这个确实拿得住,风险低,然后对于我整体长期的循环贷款,整个的周期,母鸡下干,然后慢慢让它升值,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改进一下,可能买到三四套以后,要考虑一个多元化,无论是从房型的角度,还是地段的角度,虽然也有一些多元化,但是我觉得做的不够,就是一室,两室,一加一,老都有,所以就说我Townhouse去买,也是为了增加多元化,考地段,尤其公寓这种考地段长期只有定投,这没有问题,然后Townhouse独立房, 那种房价比较高的,属于一种投机类的,因为它波动太频繁,也可以考虑做一个波段,但是就是有个补充,我要保证我有那么三到五只母鸡,这个公寓,在那不动,那些呢,我长期持有15年,甚至,让它慢慢升值,这些呢,我做波段的房子呢,我会出现可能卖了以后,再买就很难了,因为我们打工的嘛,手里钱不多,不像有些人钱多呢,他可以有两套房子守护, 就买完了再卖,然后再等下个低点再买,再买完了,那种呢,就需要就是,每年涨7%是不够的,对他们来讲,因为它全款买房,每年只涨7%,它这个升值太少了,它必须得是抓这种波段,投机,低买高卖,甚至有时候还加一些彩妆了什么之类的,那是另外一种玩法了,全款呢,他们也有时间,我们打工的这个没时间,但是呢,就是当你已经有了,四五只母鸡,在那慢慢慢慢给你下蛋了,就是我将来低买高卖, 这边操作呢,不影响我这边了,不用担心房子卖完了以后,我手里没房子,这种情况,那就是有些独立房,上house呢,也可以搞一个五到八年的波段,因为这房子看下来呢,就是每到五到八年都会有次调整,涨得多了呢,可能就要降,降的久了呢,他就有时候要补涨,如果有些闲钱,或者用些办法,这个投机呢,是也可以考虑一下,毕竟就说如果升值升得多,那也行,然后呢,就是说原来呢,我们为了投资,因为你投资嘛,肯定要考虑这个租售比啦,投资回报, 买的时候要划算啦,买的不能买贵啦,这种情况,但是现在看起来呢,确实就是房子涨的比较多的,还是适合自住的,适合新移民乱炒的,乱抢的这种,或者学区房的什么之类的,但是前提还是就是说你不能溢价太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就你适合投资房的房子以外,可能也要买一些你认为不太划算的,有自住属性的房子,北约克啦,学区房啦,这种类型的房子,看下来呢,反正还是就是新移民,喜欢的房子, 容易有泡沫,暂时升值多一点,其实某种地来讲呢,就是Brandon啦,密西沙加啦,其实挺适合投资的,因为为什么呢,我们新移民里面,这个印度人是中国人的五倍,无论是留学生,还是从这个移民的角度来讲,那这帮印度移民的都喜欢去Brandon,然后有些呢到密西沙加,所以这种地方长期来讲一定是,无论租金啦,还是说是房价啦,都是要涨的,只不过呢,这种地方, 房子买完以后呢,对付的一些租客,也是不太受不了,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反正每个人都得平衡一下吧,你不能只是为了升值,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能忍受,你愿意跟印度租客去打交道,那可能看在升值的面子上也不是不行吧,反正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去Brandon一下,就是新移民去哪儿,新移民有时候也喜欢买学区房,还是对你这个投资可能有一些指导意义,我现在呢,就是, 在看,因为我们家小孩呢,去市中心上这个私校了,那交通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在看学区房,看下来呢,中心地段的房子呢,确实也抗跌,保值,那我想趁着这轮呢,调整,看能不能有可能超过小底吧,我觉得也跌不了太多那种地方,然后呢,将来涨呢,可能也会涨得多一点,就是我在看这个市中心的这种学区房的房子,回头可能也 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买房的一些经验,挑房的一些经验,不太好挑,现在还有抢off人呢,其实,就怎么能够 合适的买到,对市中心学区房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到时候 联系我,我们到时候看看一块儿去,我这边给大家 带个路,反正大家看到,对,我无论做什么都是先给大家带路了,我 把坑都踩过了,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般来讲,我会比 我客户,或者听众走的要快一些,包括公司买房了,合作买房了,这些呢,成功的呢,我都在,就还有RSP什么一些用了,还有一些股票定投了,通空保险了,我在客户讲座里面都讲,有些不太成功的,像Airbnb了,不成功的,我也就 只是说了一些不好的,也没跟客户推荐,学区房那块呢,就是 我再给大家提前趟趟路,看看 后面会不会有一些机会,大家也可以 看看你们觉得 哪些东西更适合投机,就是说前面说的是定投,长期 持有,但这个第一个阶段如果 完成了,已经有了三四套房子呢,那我就可以互补一下 投机,大家看看这个Brampton 密西沙家的房子,你们想不想去投机,印度租客,或者 说哪的房子的投机,但是我整体来讲,还是 先保证风险可控吧,投机 确实 还是要要求高一点,太偏的地方 我还是不太想去投这个机 到时候我的视频出来,可以在评论下面说说你们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答疑,就是市场啦 利率啦,这块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我新出的这个视频 下面好像应该也有,我网课网站 年费会员跟客户用的 网站的链接里面有一些 免费的新视频,大家可以看一下 或者就说,新视频出来 36小时之内留言 转发点赞的话 反正就赞小红花 五个小红花呢,进入我的群 我会定期发一些内部视频 然后十个以上呢,有机会 可能我原来950的年费会员 降到100 可以去试用一年 吹个rate之后,还不确定自住房是保留还是换房 是选择目前只还利息还是多还一点 从这个月供的角度来讲呢 你如果有后面房产投资的这个需要 那肯定是希望越供越低就好 一是就是说我现金流会更好 二呢,对将来贷款的这个影响会越小 你如果算小账,我刚才说都是大账 因为你每多买一套房子 哪怕你80万的房子 一年涨7% 那一年就是5万的收益 理论上来讲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 你房子是久了 所以呢,这是大账 当然了,有些人要算小账 也是应该的啊 就是说我钱比较富裕 暂时又不用 暂时呢,又没有考虑这个循环贷款的事情 那我多还一点呢 利率这么高嘛,对吧 我每多还1万块钱 那我一年就省个1万块钱的6%,600块钱 所以我说是小账嘛 你也不可能还100万 你也没必要还100万 还10万的话,那就是6000 那这个账可能可以算一下 你确实有富裕的钱 那你就是算小账的角度 不考虑这些宏观的 整个循环贷款规划的事情的话 然后你确实有闲钱 这个其实比纯GIC还方便 那你还进去利息少交点吧 这种是挺好的 像我这个房子贷款多了 我根本不用筹去找GIC的事情 直接给自己房子里还点钱 就是变相的GIC了 而且自住房本来这个利息不能抵税 理论上来讲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我相信就不好回答了 就是说你自住房是保留还是换房 那这是一个整体规划 那你还真的需要填一下问卷 如果你真的要换房 那你这个东西 你保留你有没有能力保留 对吧 你不卖房的情况下 能不能把贷款做下来 然后你有足够的首付 这个东西 还真的填着客户问卷 看你收入 看你整个规划 才能好去回答 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选五年浮动 是不是比选固定三年好 这个我之前就是内部讲座有讲 我之前有过一段 就是说在这轮固定利率涨上来之前 今年年初 今年年底 两年固定比三年固定 高的不多的情况下 还都是五点多的时候 我给大家建议选两年固定 正好呢 就是两年以后应该开始降息了 然后固定利率又不是特别高 但现在呢 两年固定比三年固定高了不少 就比较难受了 三年固定也比较高了 你选五年浮动 还是选三年固定 这个呢 就是说你不是简单的是 去比个利率的问题 为什么呢 你还有一个浮动折扣的问题 现在银行的坏坏的 之前呢 我们的浮动利率呢 都能拿到折扣 P减1 P减0.8的折扣 你现在选五年浮动呢 它给你折扣只有0.3 这个其实不是很好 而且你一下锁了五年 你三年固定 三年以后 你有可能选一个 P减1的浮动 但是你这浮动一选 就选五年 除非你三年以后 大家都去改两年固定 所以呢 就是说浮动 如果你现在能拿到 因为我们认为 涨息已经涨到比较高了 后面可能要 大概段时间开始降息了 那我就是选三年固定 就有点尴尬 你知道吧 我拿了三年固定 现在利率虽然是最低的 但是别到时候 一年以后 它开始降息了 我前面一年赚了 后面两年亏了 这是个问题 但是浮动呢 不想选是什么呢 你现在就给我P减0.3 本来就比我三年固定高 然后将来降息以后呢 你这个浮动的折扣还不够 所以比较尴尬 所以我个人呢 最近有些renew的 或者跟客户建议的呢 就是说比较极端的啊 比如说我有选 一年固定的 我就亏了 我就这一年亏 一年以后 我等着去选更好的固定 或者浮动 我就亏这一年了 我就死亏这一年 可能比三年固定 还高个1% 还什么之类的 我那应该没有高1% 但是看你怎么拿 看你能拿的好利率 但如果说浮动 能拿到P减0.7 那可以考虑 但是如果浮动 只是P减0.3 我不是特别喜欢 因为就是说 虽然后面会降息 但是你这个基点就有点高 折扣太少 黑lock的政策变化 话题太大了 黑lock政策变化 本来我就谈了20分钟 我是宏观的 简单简单简单一下 以前呢 我都是给大家做黑lock的 黑lock有非常多的好处 我之前讲了 但是现在呢 黑lock这个政策变化 出来以后呢 尤其在高利率的情况下 黑lock有一些坏处了 所以到最后呢 我这个代本规划的 平衡上的工作呢 会更复杂 真的要看你这个长期的规划 就你如果后面还要买房 那有时候呢 可能我就不做黑lock了 有了黑lock以后 对你将来的贷款有影响 以前呢 黑lock有影响影响不大 但现在呢 影响有点大 那可能我就不做黑lock了 但是呢 对于有的客户呢 他风险资金又不够 那我还是要给他做黑lock 因为你不做黑lock 你要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或者说做一个小的 就比如你这房子 比如说做瑞凡丹斯 我能带个80万 我有两种方案 一种方案呢 就是全都是80万的mortgage 全都拿出来 然后你正好就需要 把钱全都拿出来 或者做首付了 或者其他原因 那有可能呢 我为了你将来贷款的 受影响小 我就是80万的mortgage了 不做黑lock了 但是呢 有的人呢 是什么呢 我就要拿40万 我剩下40万 我不想拿出来 我拿出来还有利息 麻烦 而且他又需要有 另外40万 80万 有40万要拿出来的mortgage 还有40万的黑lockLC 我确实要让他 有这个风险资金 这个功能 那我就宁愿牺牲 对将来贷款的影响 还是留了这个40万的黑lock 到最后可能真的是 要填问卷来 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然后每个客户 做refinance的时候 或者买新房的时候 这个黑lock到底 现在选还不行 对我来讲 还是挺头疼的一个工作 我要分析挺多东西 要考虑眼前的利益 要考虑将来的利益 OK 10%下降概率大胜 你说这个房价是吧 就是房价 抄底这个事情 有时候不是一个简单的 你不是看一个平均值 就像刚才给大家看的 这种市场这个数据 平均值降了 就降了百分之 而且现在是个博弈 也看你买哪个区域的吧 就比如说像我现在买 这个middle town的学区房 我看了历史数据 有降的挺多的 但是就四套 一年只有这四套 而且都是五天之内就卖掉的 那这四套呢 你碰上了 你可能就降了百分之十五 但是这四套你没抓住 你买的就是平均值 可能只降了百分之五 这个所以呢 你不能问我 这个大概率会发生在什么时候 你说的平均值 可能是这么情况 反正现在呢 这种情况就是一点点降 每年降一点 每个月降一点 每个月降个百分之二 然后可能有的月降的多一点 库存多了 然后成交量小了 降低多一点 但是呢 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 又开始往上涨了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清楚了 什么时候降息这个预期 开始出来了 反正就是如果降息的预期 一直不出来 我觉得它就是 每个月可能降一点 你看平均值啊 每个月降一点 可能降到十二月份左右 是不是十一月份 十二月份是最低 那关键是看什么时候 降息的预期出来 它就开始涨了 但是你买房 不是按平均值买 你一定是要有一个 好的地产经济 给你有很明确的目标 贷款规划 都给你提前做好 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房子一出来 五天就卖掉 那什么意思啊 就出来第一天就卖掉了 只不过五天以后 它贷款的条件 喂不掉了 然后才显示出来 你要想真抓着百分之 不是说我等到十二月份 等到十一月份去买 那么简单的事情 而是有可能在十月 就有一个卖家 他急着卖 正好降了百分之 又被你抓到了 你又谈判成功了 然后把它买到了百分之 就像我那个 Townhouse这个楼宽 一百一十万四十两百五十尺 你说它难道是因为 一月份是平均值最低点 我才抓到呢 不是 我是正好碰到了开发商 在这个楼盘上 他愿意降的特别多 之后他再降都是假降了 就是你要碰这个卖家 但这个碰 是让你做很多准备工作 有时候你碰到了 你还以为它不是最好的机会 没那么简单的吧 你拿出去拿对房子比 然后房子全都一模一样 然后比百分之 OK 这是百分之 我就买了 我相信以后也不会降太多了 有时候你碰到一个合适的房子 你有可能都不买 因为你不知道这是一个好地 你还在继续看 你在市场上看 过了三个月 可能平均值是这样了 但是有可能你看到的房子 你都不想买 你都不满意 平均值是这样了 但有可能你买不到 能让你满意的 又是正好降购了 百分之十的这个房子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 还有很多 因为我不仅仅是一个贷款规划 包括买房目标上 就是要跟我合作的地产经济一块 去帮你们把关的 长期看freehold的townhouse 跟独立房升值收益有大区别 还是回到贷款规划这块 就如果说你买个freehold的townhouse 你可以带到80% 其实去年的时候 我是希望我的客户去抄 能不能抄到110万的 在Maham 现在是已经不可能了 我觉得freehold的townhouse 比如说你能抄到120万的freehold的townhouse 能带到80% 然后你独立房的无非有两种选择 一种就是说好地段还是Maham的160万 但是你带不到80% 只能带到65% 你的收益不能只是看房价的收益 你要看你首付的回报率 所以从整体上来讲 你有可能独立房 就算它比freeholdtownhouse 涨得多了一点 一个涨7%每年 一个涨9% 但其实你最后首付 因为你看回报一定看首付 首付的回报率更高 因为freeholdtownhouse的贷款比例高 但实际上这个升值其实也不好说 长期来讲 你拉长了 然后起点跟终点 大家选的比较均配一点 公寓独立房townhouse 其实都是7%左右 只不过你如果在疫情的低点 买了这个独立房 然后又在二三年 二二年升息之前卖了 那这个独立房长得确实很多 比这个公寓要多得多 但问题你真把它拉长了 起点终点都调整一下 其实不一定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freehold跟独立房升值 也差的不多 当然你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买郊区的 110万的独立房 当然有一系列租客的问题 假如说freeholdtownhouse 跟独立房都能带到80% 我整体上来讲 还是不建议大家买太贵的独立房 因为我另外有个视频说的是 房子不希望过1.5个million 一旦过了1.5个million以后 总是有个天花板 房子升到2个million以后 它就是难升一些 这个贷款能力确实是现实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你改善房 总还是会有难的 但这个东西没有一个绝对的 因为我不想去分析300万400万 这个房子市场 那是完全又另外一个市场 而且你的贷款比例 肯定是做不到80%的 但是就是说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 你如果真的很有钱 很有这个购买力 因为我客户里面 就是也有这样的 就实力很强的这种的 它其实有贷款能力甚至 收入也高 但是它都可以不带款去买的呢 就是当初呢 它看中了这个天文台的独立房 300多万的新房 看着挺好 挺豪华 但是我就说你300多万了 350万的房子了 还买一个那么小后院的 地段呢也不是那么好的房子 你还不如就是说 你就到北约克那边去买房子了 那最后在北约克就抄到了一个翻新房 就五年前翻新的 370万装修特别好 然后又很大 后院也非常大 应该是60乘110的Lot 然后40的 关键装修还特别好 地段又好在北约克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在这个点 你这个370万的房子 将来有可能升值挺多的 因为你买到了一个低点 你知道吧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个案来讲呢 又是看你能不能超到一个低点了 就有时候现在有些好地段的豪宅 反而现在可能有些机会 但是这个不在我们普通人的讨论里面 就是如果是我认为120万的 Freehold townhouse是比较好的一个deal 独立房可能好地段1.5 1.6 1.5吧 是30的或者40的 小一点的独立房 那骑到最后差不多 你应该看的是贷款 是贷款规划 然后呢 整体来讲呢 我还是不希望房价太高 而且你的负担也重 房价高了以后负担也重 你不要只看升值 租收比也差 房价涨到两个min以后 能不能在网上涨也有问题 去年年初的时候 Freehold townhouse先涨 回答一下 Shannon这个 怎么成为我的客户帮助规划 我客户确实有门槛 我会希望大家至少看过 四个以上视频 对我有一部分了解了 然后呢 微信加一下我 有的个别人 就是说还没填问卷 就打我微信的 我一般也都 比较没时间接吧 我就先扶我自己 不像很多地产经济 给别人买了一堆房 自己没买房 我肯定第一优先扶我自己 我先保证我自己买了十套房 这是最重要的 再一个呢 就是我客户 已经变成我客户的 那优先等服务的 所以呢 一般呢 就是先填问卷 你看过视频了 对我了解了 然后填问卷 问卷填完了呢 一般我都会给 跟免费的视频 就是要聊 大家就好好聊 不要就是有一单 没一单的 就逛街似的 到处shopping的 你对我了解了 你对我有信任了 那就是你把客户 问卷填完了 我也要挑客户 我要对你有信任 我才接你 然后呢 我根据你的情况 来决定 看看你的需求 然后呢 看看我能不能 做你这个单子 如果能做呢 我们就可能会有 一个均子协定 是一个长期的合作 然后呢 我帮你做规划 这个规划完了以后呢 包括税务上的 一些规划 还有贷款 像首付的 开完会以后呢 会再有个规划会 然后呢 会按这个结果 就帮你比较高的比例 买完一套房 房子成功了 然后呢 会有一个服务费 我比较注重的 不是仅仅是一个规划 因为好的规划 最终是要落实在执行上 最终是有个团队 包括银行的人 还有这个律师啦 税务啦 还有这个地产经济啦 大家一个团队 来帮你把这个房子 买好了 出租了 管理好了 就别碰到猪赖了 房赖了 不要就是保险出问题了 这样你才能去买下一套 所以后面的执行 我也比较看重吧 服务收费 这也是按执行的结果来收费 就是有些客户 在我帮助下 可能过去两年 算是毕业了吧 买了三套了 有的是 就是刚买一套 继续再看 可能回头我再出一期 我就是我服务的 客户的整体的这个情况吧 有多少人 大概多少收入 买了几套了 大家可能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比较一下 上面就是我那个微信 Trental Service 可以加我一下 说一下 然后把你们先加到 这个讲座群里面 谢谢大家 下座群里面 请请不吝点赞 下座群里面 下座群里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